發生自來水管爆裂的狀況 而且現在有人想要來維修呢 就像是這樣 天女散花的方式 直接是越噴越誇張 整個從四處狂噴 但是這個水為什麼會爆掉 目前還不得而知 但是已經有附近飯店的人員 趕快先來維修了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 及時把這個水給止住 只是從往上噴高兩米 變成往旁邊來噴 像這樣子 它直接就這樣子又再度倒塌 整個水位還是直接往這個空中來噴 至少高達兩米 只是幸好旁邊就是排水溝 所以目前呢 雖然這個水勢是狂噴的 但是至少還排水得及 在這個墾丁的主要道路上 至少還沒有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這個為什麼 這個自來水管會爆裂 還要等這個水公司 進一步來處理來釐清 以上就是墾丁最新的風雨狀況連線 再把時間交回棚內